地產經紀 Hello 我是溫哥華地產經紀 Danny 今天冒著超大雨給李安座家中看電影 在這裏身後是Park Langerra展銷中心 我們身處在Oak Ridge Mall對面 它的展銷中心在這裏 實際地址就在下面那邊 在49階的Camby 看著Langerra Golf Course 它這裏是一個71個單位的水泥Condo項目 亦有四個Town House 在機座外面 所以是一個detached的Town House 它亦有一個 Direct Access去Parking 所以很通病的Town House 都已經解決了 整個Condo有71個單位 有很多一房 齊齊的一房是一房加釘 赤格拉介乎 就不是這裏這麼貴 兩千多三千元 在那裏是1400元左右 如果你一房是60多萬 我們今天穿了Kelvin Kelvin在這裏 叫我和他做一個介紹 我們即管進去看看有什麼料 嘩 進來後 出了一隻很大魚 我們就在這裏可以開始介紹了 這個項目 是一個精品的石屎水泥建造的項目 有71個單位 大部份都是一二兩房三房的設計 它是很特別的 它有一個高樓底的設計 最低也有近九隻 一路九隻 它那個景觀的位置就是一個賣點 Parkingara這個位置就是最近的 49甲Kambi的位置 走去地鐵應該是三至五分鐘 這個附近有好的校區 有Winston Churchill的Secondary School 亦都有一個好步行的經驗 即是你去走Wall Oak Ridge 再走過一些Kambi 很多食物 很多商店 很多咖啡 對面就是一個 保證了有個景觀 還有一個休憩的地方 那個是Langirac Of course 前頭對出的景觀有保障 將來是六油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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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一路下來,一路下來,一路下來 所以如果想看有一點景,或是開陽一點 CAMMAN 應該是向著藍單位 一般向藍單位,多數陽光會充沛一點 如果大家想更多陽光,西藍是最好的 因為唐人不喜歡西斜 但外國人喜歡太陽在西邊看到單位 我們講一講整個項目,剛才講了71個單位 後面亦會有幾個Town House 我最近很多客人都找Town House 這裡有三個選擇,三房的Town House選擇 Town House在這裏,我講一講這裏才講一遍 Town House是detached出來的,好像duplex style 出入口是在內街那邊 那邊是49階 稍後我們去前口解釋一下 我們先講到後面 後面我們找到Town House項目 有一個平台,給予你活動空間 上面天台有一個用戶的設施 很簡單的一個用戶的設施 就是有那些Lounge在那裏,即是座位 或者有BBQ,或者有平台花園給你 它的管理費亦反映到沒有那麼多設施 都是一個較為商議的管理費 稍後再講那些細節 我們這邊就見到在49階入到這條街 在這裏入到這裏入到這裏 這個項目有一個好處 就是除了一個最小的Studio單位之外 全部都是包車位的 三房就包了兩個車位 所以這個解決了很多人買Studio投資 或者想買來看看自己是否轉進去 這個煩惱的Studio 它有六個Studio,五個都有車位 除了一個是沒有的 我們過來看看這個鏡頭 它剛才說了,它的地位是非常之好 我們看看它的圖片 它的圖片在這裏會解釋到 附近有很多區域 有Tisdall Park,Campy Park,Renoa Park 對面有一個Golf Course 這個Campy街已經定性了為一個 Condo,矮層式和一個超高層式 在Operage 超高層的發展 所以這裏的發展是一路一路的 是會更新和會較好 我們過來看看那個4Pan 看中層的解釋會比較好 Campy街前頭會有很多一房間加釘 它的Studio都是在這裏 夾集了在這裏 09單位就是Studio 你會看得到它是一個很舒服的建築 Studio 當然沒有了房間的間隔 我們看看它很普遍的一房間 一房間有一個Balcony 它這個08單位 我覺得是一個較好的選擇 因為聽出Balcony Balcony 縮進去 聲音會較小 會較好 但是它所有的單位 你看得到都是絲絲正正的 房間有一個長型的Living Area 最重要的是我想看4Pan 就是看Town House 我先找一個Town House 4Pan 這裏就是Town House 它有四個Town House DX4是一房Town House 先講講它的Town House 首先是碩士 第二它那個價錢就是 三房價錢應該是210萬左右 左右220萬左右 那尺數呢 看看Normal那個 Normal那個三房 三個房間在上面 中間那層就是Living Space 下面還有一個Storage 以及出去你自己的Parking的地方 那那個Area就是1492尺 可以當作1500尺 所以它的Size也不小 我們不如說到這麼多 我們說一說它的建築箱 因為這裏它都會解釋了它的建築箱 我們這裏可以看到 它的建築箱叫做Rakintop Rakintop 它在附近做了很多精品 也好Town House也好 Condo也好 它們在Camby Corridor那裏都很有經驗 所以它有40年 所以這個發展商來說 它是一路一路地標上去 是一個 有經驗的發展商 買這些建築箱的好處就是 它不會非常大咬 好像那些大建築箱 那些價錢超貴 因為說一說 它那個一房的價錢是60多萬 其實不要說多少萬 它應該是1400元左右 大單位和Penhouse 或者Penhouse 當然不同 我們不如不要說那麼多 進去看看它的用料 進到這個示範單位 再澄清一下 這個示範單位不是其中一個4Pen 它純粹是做示範單位 用了用料 樓底幾高 還有材料色調配夾 這個配搭 現在是用了一個Slate配搭 它亦有一個叫Sand 分不出什麼叫深淺色 或者這個叫深色 這個叫淺色 看得到它用的用料都非常高貴 看上去都應該幾近看 我們過來廚房看看 這裡會有一個廚房 用了一個石面 有一個單位不是用Citchen Island 有一個U型設計 看看4Pen 這個又再說一次 今天很沉氣 這個純粹是Mock-up 的一個Unit 看看用料配搭 以及它用什麼電器 配搭的色彩 如果你是買大小單位 自己檢討一下自己的感覺 這裡會見到它用Wash & Dryer Wash & Dryer 路頭雪櫃 路頭是用了Bosch 這個就是用了Blue Burn的雪櫃 可以見到這裡和這裡 是一個Exposed 即是有一個不鏽鋼原裝的面 它那個發展商剛才跟我說 它就說有機會用這隻面板 放回去給你做一個免費的upgrade 看看到時它那個發展商和那個Suppire 怎樣談 它起碼都會提供這個option 給你去做 即是用同一隻面板的書櫃和Ditch Washer 要見到中島設計的Pan 就會有一個中島在這裡 有一個吧桌 也有一個Panasonic的微波爐 在這裡 included 它就用了一個非常漂亮的設計 為何我這樣說 平時的廚櫃就不會放這麼多這些 這樣的儲物空間給你 儲物空間就算放給你 都是一個小的方格 跟著重要的是沒有燈 這個就有所有我剛才所說的缺點 有燈有兩層 不是一層 而且最重要是用了一個闊條的設計 看上去大氣了很多 大氣即是很大方 不是口氣大 裡面就會見到它用的防火板 外面就有少許木紋的表面 用了一些很精緻的扶手 這些是未見過什麼的 因為現在很流行的磨砂金 磨砂黑、磨砂銀 磨砂銀就很少了 這些都更加少 也未見過 看到它用了防刮的雙刀 雙刀、雙刀、雙刀、雙刀 還有一個漂亮的石面 這個石面我看到它的厚度 不知道是否輕輕厚 比普通的那些 但看上去相應了 跟它的質感 眼眩、眩眩的視線 看上去很舒服 一些東西厚一點 也不錯 不會說便宜 會見到它用一個櫃底燈 因為這裡也有燈 這裡一定有 一條過了 一整個 握到那邊 有一個櫃底燈 配合櫃底燈 營造光猛的感覺 它用了一個很漂亮 一個叫做拋光的磚在後面 這隻不是這個石面 它是一個大白色的塑膠 看到它用的東西都非常講究 因為它用厚一點的材料 唯一或者它將來會改變 就是做同一個款式的面板 即是用這樣的面板放進去 看看櫃底燈 不錯 它有一個Lazy Susan Susan 會很討厭我 我經常都說她很Lazy 但是這個就是那些人叫Lazy Susan 這個它用了一個 Gas 爐頭 用Bosch Bosch 非常之吸用的一個牌子 它選擇這個是沒錯的 一個開不到 開到 一個假狗所以沒有電 這個抽出色那些 拉出色的抽油煙機 就是這麼多 看看雪櫃 雪櫃就用了Boomberg Boomberg的雪櫃 內用程度都非常之好 它就剛才說了 它的門板或者它會做同一隻物料的門板 收藏得好些 我們過去看看Living Room 在廚房出來這邊 就會見到一個擺得非常漂亮的飯廳 廚房和客廳在那邊 我又再暢氣說多一次 不是這個1比1的單位 沒有實施這個 代表哪一個計劃 它擺出來是做一個 表演 非常之漂亮 那個設計 它就會告訴你 廚房會用一些Potlight 它也會落這麼少少 因為它的風俗在裡面 它剛才說過 它有高樓底的設計 這個樓底的概念是哪裏 9呎 可以看到櫃 現在它就除了9呎 它一些樓層 譬如去到4樓 5樓 的尺數去到976 想想 從那裏開始多了半尺 所以空間感 都應該是舊的 空間感夠 有時候窗要大才行 我們一個人這邊要知道 這裏 就會見到一個Living Area 應該相信這個設計 就是兩房的單位 雖然沒有一個特定的指定 它亦沒有幾多呎 但是我看得單位多 這個都要去到700-800呎 一個單位 那個闊度應該就是這樣 如果是一房的 或者會再差一點點 我認為就會差一點點 那裏 看得到它的9呎樓底的威力 如果是做落地的 拖門的那些窗 或者露台 因為露台應該是拖門的 它就會很光猛 向東那邊 向Languerra的view 就是這個 這個view 應該高於6樓 但是 剛才我們在外面 看它的樓書 實情 它應該看到很多 綠色的 綠油油的一片 Languerra course 我們會見到 它那個 整個 露台 用了玻璃設計 灰色的扶手 有蓋 也頗深 它每一個單位都會有一個露台 這樣就放心 視乎單位在哪裏 在座向哪裏 這樣大小 我們進去看看睡房和洗手間 進來 又再說多次 這個是沒有一個特定的單位 只是做一個表演 但是我們有些東西都可以看得到 它會用一個窗 就是一個大的氣窗 有幾格 落到這裏 不會落到地 開的闊度 就是差不多 這個就是一個九尺樓底 去到上面 去到上面 所以樓底高 這裏 和開陽度好的 都不會黑暗 這裏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主人房間會見到 有一個walk-through closet 才去到洗手間 我們過來這邊看看 這樣過來 那個walk-through closet 應該不會太闊 這個真的有些少闊 在我家來說也算大 那個walk-through closet 或者會是這樣的 有幾個門 它層架是不會包這裏 包一些普通的白色 或者白色的 看看最主要就是那個洗手間 這一個就是一個大單位的洗手間 有兩個星盤 Double Vanity 應該會去到兩房至三房的單位 如果一房間的話 大家要想像一下 用短一點的釣櫃 但畢竟 我們現在看看浴室的配置 看到一個牆 就會由這邊去到那邊 其他這邊就是灰板 牆子不包 看多了就知道 但有時候我也要拆一拆 好像剛才這樣進來也要告訴你 這個單位不是代表什麼 所以也要說 牆子不包 剛才那些外面的衣架 也不包 但你看到這個用料 可以這麼說 用料是非常好的 它有一個浴缸 浴缸是非常深的浴缸 用那些… 不NG 算了 看多了我的節目 都知道爆肚 我是不斷 我不會斷 今次這個 我也是繼續放進去 我不會斷 但膠樓一定不會這樣 放心 這裡是爆肚 剛才老實想看看牌子 我先看看牌子 OK 用了Gerber 用Gerber牌子 那就… 這個都掉了 OK OK 行 我儲不儲存它好呢 示範單位 我不是拆別人的店 但… 只是開玩笑而已 OK 這樣… 它就用了企缸設計 如果一個… 一房單位 那些… 如果只有一個… 洗手間的話 它會溶掉浴缸 浴缸 看看這個計劃 這樣為準 它如果用Shower 就用這個frame Shower 這樣就… 非常之… 漂亮 OK 這個不會掉 我動多少下 它都不會掉 OK 這樣… 另外它就會有個… 櫃底燈 這個有個櫃底燈 一塊大的鏡 就… 開開櫃門 看看可以不可以 OK 這樣… 普通的櫃門 它不是說拉出來的 這個有點特別 這樣… 用一個… 掩開的門 然後用多一個… 拉開的櫃 這樣… 非常之好 那… 反正也是 試一試這些… 可以不可以 OK的… 這樣… 我說了 這個是一個… 兩個星盤的設計 一個… 兩房… 三房… 以上的大單位 一個… 兩個房… 或者一小單位的 是單星盤 我們說了這麼多 好了… 除了剛才做了些爆肚的事 外… 出去講完那些細節 好了… 這樣… 你們就… 真是非常之幸福 好大雨天 我就在這裡和你做個節目 你就安座家中這樣看吧 那… Park Langara 一個… 71個單位的… 一個… 水泥建築的… 精品項目 就在… Camby Corridor 地址就是… 6859… Camby街 這樣… 和那個… 展銷中心… 現在我們… 這個… 展銷中心… 就在… Oakwich對面 我經常去幫忙 那間… Samurai… 旁邊 那… 錢… 那麼… 落成日子 就是… 2024年 那個… 管理費 5毛2走 那麼管理費包了些什麼呢 就… 補了… 熱水 蘇 水 垃圾 花園管理 鏟雪 還有那個… 冷… 冷氣 冷…暖氣 都是一起包 你也如果進來的話 你只要交甚麼呢 交電費 還有交上網費就可以了 訂金現在和VIP首批優惠是15% 還有assignment fee 如果要轉手費 即是買完後賣給別人是2% 這樣做優惠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在下面打電話找我 我已經有樓書、4Pen、價錢、special 還有所有資料都在我 剛才說了一句 現在已經開始寫合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立即在下面找我 因為只有70多個單位 尤其是Studio只有6個單位 其中一個是沒有車位 其他全部都有車位 早買早享受 早買或者可以有更多優惠 還有可以優惠到什麼呢 選樓 不需要好像在外面買樓 要搶樓 買presell的好處就是這樣 不需要好像真的做契弟 就去寫offer 我又要升高一點的價錢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頻道的資訊是有用的話 你是新來觀眾未做的話 在下面快點做 找個手指按讚 然後開啟紅色的訂閱的按鈕 上面還有一個鈴鐺 開啟開啟 將來有什麼新盤 有什麼想的東西介紹的話 第一時間你就會知道 今天就在這裡講到這麼多 我是溫哥華地產機器的Danny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